Hello 大家好 我是Esta 去街市便會見到紫薑季節又來了 大約五、六月 買到七月尾都可以找到 可能八月就很老了 所以做紫薑是時候 我們吃紫薑一定要吃亂的 浸出來才好 我們用粗鹽散去 在生的過程中出水 皮也不用批 浸好就深水了少少 但仍然很脆 今天我用來做紫薑炒牛肉 夏天吃相當開胃 我先切紅尖椒 去除裡面的籽 這些尖椒也不會太辣 大概切三角形 牛肉就出場了 今天我選擇了封門柳 大家都很喜歡吃封門柳 聽牛肉老說 一條牛就只有一斤封門柳 我們其實知道它是經貴 所以你去街市買 經常都要留 我現在很多都習慣去凍肉店 買這個外國封門柳 真空包裝 又衛生又方便 不用跟牛肉混合 打膠度也有漂亮的牛肉 切牛肉也有些技巧 逆紋切 你看到肉是要打格子的 你看到它有點碎碎的 是對的 如果順紋切就會硬 這塊會明顯一點 我們可以給大家看看 這塊就是格子肉 封門柳的好處是小筋 軟 很多人都喜歡吃的 例如用來菜心炒牛肉 炒可粉都很適合 至於如果你喜歡吃肉 味濃一點 可以吃西欄 價錢應該會比封門柳 當然要看你買什麼地方的西欄 或者現在也可以買一些肉眼蓋 很多凍肉店都有肉眼蓋買 價錢就會比較便宜 我現在首先把紫薑烘乾 我只用兩滴油 類似白鑊 用易潔鑊 烘乾紫薑的水分 這樣就更好炒 不要在這裡只有這麼少紫薑 其實它可能差不多用半斤的紫薑 才可以批剩最嫩的部分 來做浸紫薑 我現在可以讓它慢慢烘乾 好了 紫薑差不多沒有太多水 我們就盛起它 現在都聞到紫薑的香味很清新 好 我們現在炒牛肉 我們用蒜 蒜 裝蒜 裝蒜 先起鑊 聞到很香 很香 裝蒜蒜頭的尿頭味 我們就可以下牛肉了 這些牛肉是完全不需要醃過的 因為肉質很好 我不用說好像以前買牛肉 又要用梳打粉醃 這些牛肉本身都很軟 特別是東門柳這個部位 絕對不用擔心不夠壓力 牛肉大概八成夠熟 我們加紫薑 這個時候我們就蘸一蘸酒 今天就蘸花雕酒 我們加上紅尖椒 這樣可以加少許鹽去調味 炒到差不多了 現在先把芡 麵線 有什麼呢 我們加少許生粉 糖 蠔油 水 我們現在就加上生粉芡 然後我們就加少許老抽 讓顏色更好 最後再上去香少少 我們加少許麻油 好了 好了 我們加上麻油 就可以馬上上碟了 如何為之漂亮呢 你看它好像大加龜修 條條很修長的手指 下面這個是像根部 如果它越分枝 或者長得多 它這裡就越粗 我們通常下面的部分 越粗我們都要不到 它就會相對很多根 現在這個是沒有的 你摸上去 當然你家事不會讓你這樣切開來 但是教你這樣看外表 回到家 就判斷是不是亂口的紫薑 這樣就是沒有渣 沒有性的 滑嘟嘟的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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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